大家好,我是陈寗 每次 有这个宁哥到我家的时候 很多在影片下面留言 不管是在台湾或在大陆 都会有很多一个留言的声音 就是说陈寗你那喇叭贴太 就是太贴墙了啦 这样是不对的 这个真正的发烧油 音响 都应该喇叭要离墙一公尺以上 那我必须说 这些人的留言说的是对的 他们并没有说错 因为呢 如果喇叭 本身的低频够的话 离墙远一点 他其实是可以创造更深的众声 比如说我们在听这个服务员的 Jolitarg 的时候 他那个前面那个 那个叫什麽琴 鲁特琴 在弹的时候 他的声音是比较前面的 可是交响的这个乐团在后面 然后在后面那个人声那个 他会在后面一点 他就会变成一个有众声的 当然我必须要提醒你 他并不是天生录音就这样 这种配音呢 都不是天生录音就有这麽深的音场 那都是合成出来的 如果不相信你可以看一下影片 Evan Cole 在录这一段的时候呢 鲁特勤、子弟跟那个女生 通通都不在画面裡面 因为他们都是在录音室裡面录的 只有乐团是在大的录音室裡面 然后剩下的人生都是在另外的空间录 那其实现在很多配乐都是这样 你去看 Hans Zimmer 的时候 你想说 Hann Zimmer 那个唱那个神鬼战士那个女生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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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你看画面这里有小号就有点小号 说不定那个混音师根本不想要这边有小号 他把他躲到左边 所以我们就不去管这个东西 我们单就听到的为准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说好听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喇叭往前拉嘛 让他可以有更深的重声 那像他现在这边 这边差不多有只要 120 公分左右 那这个这样子声的情况下 他的这整个声音就可以了 有很好的重声 音场呢 也可以更开阔一点 那另外呢 因为这位 brother 坐的位置的关係 所以其实他往前拉之后呢 他的喇叭跟他坐的位置 其实也是会形成一个 算是比较正三角形的空间 可以看一下 你看他后面那个位置 然后再到我这边来 就差不多一个正三角形 这也是比较符合那个喇叭的 那个说明书上面的建议 好 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 为什麽大多数宁哥到我家 都不要把喇叭离墙一公尺呢 这个 从刚刚讲到现在 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到答案了 就是什麽 因为家不够大嘛 你如果说今天空间很大的话 我们当然也希望声音可以这样 其实从刚刚讲到现在 其实好处是很多了 力大于弊了 除非你喇叭天生低频不够 不然呢 其实离墙远一点没什麽坏处啊 但是他部分尤其是台湾 房子都不够大的情况下 你要如何让喇叭可以离墙一公尺呢 很多人家里其实喇叭只要离墙 真的你让他离墙一公尺 喇叭几乎就是贴到他的座位上了 台湾的空间就是这麽小 但是 在过去的这麽多影片裡面 其实你还是有看到有人家里可以离这麽远 比如说 红色鹦鹉螺的Brother家 他的喇叭不就是离墙蛮远的吗 或者是我沙龙 我们沙龙的那个 鹦鹉螺 也是离墙差不多120 公分 所以呢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 我都会建议你就把他往前拉一点 那当然往前拉有一些坏处 举例来说 之前我们在聊百味的时候就有提过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支喇叭的低频太多了 太轰了 或者是这低频淤积了 那我觉得你就把喇叭离墙远一点 他低频就会变少 因为很简单嘛 跟后面没有反射 那低频就变少了 但是呢 有一些喇叭 他天生低频就比较少 比如说谁呢 比如说西敏市 西敏市天生低频就比较少 所以呢 西敏市如果你把他离墙离这麽远的话 通常低频听起来就会比较少一些些啦 所以你有的时候在外面看人家听西敏市 然后他离墙离很远 你听起来感觉声音音色很漂亮 听小品很棒 可是动态一大就没低频 那其实西敏市天生的问题 所以 你看西敏市他官方介绍 其实应该说整个Tannoy 的官方介绍 全部都是贴墙放 然后你仔细看那个喇叭的外形 你也会发现那喇叭外形 天生就是给你贴墙放的 所以 有些喇叭是特例 就是他只要一离墙远一点 没低频也不好听 那他就会适合贴墙放 可是呢 如果是像B&W 这样的喇叭 然后你的空间跟他又是匹配得了的话呢 那其实呢 把他离墙远一点 他的音场比较深 所以有的时候去沙龙 会觉得说 沙龙的音场蛮深 但是呢 我必须讲沙龙其实还是不够深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我鹦鹉螺其实可以再往前再拉个一公尺的 声音会更好 可是呢 你来过沙龙就知道 其实沙龙已经很急了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麽不满足 你会觉得说沙龙那已经很大了好不好 你沙龙那个沙龙的面积已经跟我整个家一样大了 事实如此 因为我们那个 那个沙龙的大楼的楼上 他的比数就是跟我们沙龙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沙龙整个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但其实 在楼上的人家裡 他就是裡面要有客厅要窝房 所以呢 我只能讲啦 如果家裡有一个大空间可以听音响是幸福的 当然有些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空间一大 你的那个反射音就多 那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这样声音很吵杂 干嘛 但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克服的 不管你是用类比的方式 换扩大机的搭配或线材的搭配 来去解决那细节问题 或者是用靠这个 吸收、扩散去解决声学的问题 或者是用数位的DRC 去消除这些 反射音 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是呢 不管你用哪些方法 其实你只要有处理好 空间大 他所带来的那个音场包围感 其实都还是会好很多 光是那个气势 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说 有机会啦 你来沙龙 又刚好可以点歌的话 而且你也刚好喜欢这个葬送服务员的话 你一定要点我们今年重要的测试群幕 Zoltag 他的那个整体的那个气势跟音场 目前来听的话 在沙龙听到还是会比 坦白讲 比这些Brother家还要更加的震撼 为什麽 因为沙龙够大 所以我们第一个 可以吹得很大声 吹得很大声 因为我们离得远嘛 那个音压不会让人不舒服 第二个呢 因为他够宽 喇叭可以摆得更宽 所以他整个的那个包围感跟力道 就会有更强的表现 但是你说 那在这样的小空间 难道就不能有那样的音场吗 答案是 可以的 但是呢 这个就是我还需要继续测试 之前一直在讲 其实我一直在讲 今年度的基调就是 数位串流前级再加重低音 但是呢 这个重低音到底要怎麽样 可以在空间裡 把这个音场再把他营造出来 这件事情 我们就一起来慢慢研究 预计啦 应该二三月的时候吧 我们就可以开始 跟大家一起做第一波的研究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很长期的研究 因为 你从小喇叭到大喇叭 然后你忽然间要在两声道裡面 塞进这个过去 很少人使用的东西 本来就是需要研究了 所以呢 我们之后就 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那今天呢 这个我们就聊到这裡 那关于这百味呢 其实 我必须说啦 因为每个人家裡环境百百种 所以呢 百味方式也百百种 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公式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准则 就是 好听 当你摆这样好听 其他就不要管他 就是这样啦 那至于网络上有很多 关于百味的战斗啦 战争啦 说要拖映或不要拖映啦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只有拖映 他有往里面测了一点点 那一支 没有拖映 所以呢 我会建议呢 就是该不该拖映呢 以你的环境为主 弄起来好听 就那样就好了 其实音响是你自己在听的 没有需要去寻求人家来你家给你认证的 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这样摆好听 结果呢 你某一天一觉醒来 发现我妈这真难听 我过去到底在干嘛 没关系你就调整 反正这东西是你的 你想要把两支全部推到墙角 就放在那个角落厅也是OK啦 因为他是你的嘛 所以呢 尽量玩 音响的基调就是尽量玩 学习更多 我们就会得到更多 就是这样啦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